往昔说法跟这个相同 并解释 一切善无凡夫 成佛愿利 生彼过者 出不退苦 世民正殿 那往昔这几句话说的比较详细 一切善无凡夫 这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念佛人 有很多中年才遇到 不说过去 在这一生当中 前半辈子做过很多罪业 现在还有没有救 如果遇到净土法门 他能信 真正发愿 肯老实念佛 参除业障 他决定得损 那卧人 实际上前面首顾 无你是我 毁邦大臣 都有救 我们在前面 学习 四十八月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 非常认真的 学习过 而且用了很长的时间 五六个小时 就这几句话 弥陀 慈悲 到之际 那么在造罪的 这些人 我们一定要晓得 他现前造的罪业 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甚至于毁邦佛法 啊 毁邦佛法是无间地 已经造了 啊 第十八月里面 佛事书 这生年必胜 围除 无你 是我 啊 一级 毁邦 佛法 这些人 不能我生 善导大使 告诉我们 啊 对这个问题 不同看法的 很多 啊 但是 善导大使 这是我们 尽宗啊 二祖 他老是接受的 那么传说 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 在中国映画 那么善导的话 就是阿弥陀佛 亲口 告诉我们 啊 善导是 不是 不能我生 是这个罪业太重 希望大家 不要造这个罪 既然造了呢 造了忏悔 还是那么是 不是不能我生 这个讲法 讲得圆容啊 哈哈 卑矛 雅 云 快来 呢 连